过年期间很多人都会到庙里头去拜拜 祈求神明保佑一整年能够平安胜利 这位香青年是在年节提供祭拜点光明灯的祈福服务 而今年呢特别结合了世元达师父开办师生联合树苗画展 让乡亲民众在年节祭祖祭拜之余呢 也能够来观赏树苗画展 祈福闪画放松心情 简单的开幕仪式 世元达师父师生联合树苗画展在瑞穗青年四热闹开幕 也期待我们瑞穗以后是艺术文化的净土 除了世元达师父的树苗画作 也有树苗班学生共同参展 从小朋友画的卡通图案到成人画的生活用品 人像树苗等等 近三十多件的树苗画作都令人激赏 有时候都画到三星半夜因为一虎画 有时候要画画到三星半夜养三点 都对老公啊 好像还不睡觉 但是就是一股力量 让你一直想要画下去 看到老师在门口画的画 然后我就想要选树苗 然后很谢谢老师让我们讲这种话 是元达师父受瑞穗生活美学妇女会之邀 在社区所开办的树苗班中担任了树苗老师 初学者就勇敢办展览分享学习成果 相公所也高度肯定 乡长陈进光更是亲自到场祝福勉励 画出来的东西还是有很大的一个特色 但是只是它没有基础 如果像老师这样来教 从这个树苗开始 我相信它的眼镜角度 就会呈现得更自然 瑞穗生活美学妇女会等社区社团协会 推动瑞穗艺文生活美学不遗余力 为地方宗教信仰中心的瑞穗清联寺 也非常支持 提供了展览场所 让前来祭拜的乡亲民众 也能欣赏树苗作品陶冶新兴 祝福清联寺要感谢大家 给我们这个宗教文化 宗教的圣地 有一些艺术文化的气质 尤其是师父真的不容易 哇 你不要看一条我驾 真的好想看 老鼻一直看 不简单 是元达师父师生树苗画连展 从8号起在瑞穗清联寺一连展 到元宵节 在农历春节期间 管委会主委陈廖安也欢迎大家来清联寺 祭拜佛祖为家人点光明灯祈福之外 也可以欣赏精彩的素描画作 祈福赏画修身养性 过一个充满宗教艺文气息的年 记者师玉兰瑞穗采访报道